杭州这栋公寓冒出浓烟 三名女子被困 其中一名等待救援的女孩 被熏得一身黑 幸好保安搭起梯子 救下两个人 另一个女孩随后也被消防员救出 幸好没有人伤亡 起火的原因是一名女子 用吹风机吹短裤 吹到一半去洗澡 留着吹风机继续吹 结果吹风机起火 引燃短裤 整个屋子都着火 吹风机到底为什么会引起火灾 消防员拿一个2500瓦 没有过热保护功能的吹风机来实验 把毛巾盖住后面的风扇口 不到一分钟 吹风机出现火花 再把吹风机放在床上 用毛巾盖住 不到一分钟 毛巾开始有烧焦的痕迹 不到五分钟 出风口冒出火苗 引燃毛巾和毛毯 然后它这个里面的通风 散热受到影响之后 它电热次就会高温 高温之后呢 长时间持续下去 它就会引燃这个外部的 这个覆盖物 呼吁民众使用吹风机时 一定要谨慎 记者代率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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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